今年是高雄改制更名满百年 高雄市文化局推出了相关的文创产品 礼拜六在博尔特区设置了专柜开卖 开卖第一天涌入了不少民众来参观选购 其中以今年口罩最受青睐 特地准备了300份发放给现场的民众 甚至还有海外的游客来排队领取 T恤毛巾回张帽子 红黄绿灰四种色系为主视觉 青春活泼用色颠覆大家对高雄的印象 我觉得这个配色就蛮清新的 高雄改制更名满百年 文化局推出相关文创产品 在博尔特区设置专柜 不只配色跳脱刻板 连图案发想都取自高雄日志时期试灰 充满质感让人惊呼连连 它设计的算真的蛮好看的 运动毛巾 它好看又很大很好擦汗 一系列商品中最受瞩目的就是纪念口罩 同系列色调附加巧思 再搭上疫情时事获得民众青睐 配色跟上面那个logo就很好看 卖了最好的算是口罩的部分 产品开卖首日立刻准备三百份 纪念口罩发放给民众 就连海外游客也难敌设计魅力 跟着排队领取 除了文创产品 脸书同步发起影像征集活动 按赞数最多的将能获得高雄100主题付带 年轻热情活力 港都城市以传统精神为基底 创造全新面貌 跳脱科旧迎接百年 记者梁家伟 王超群 高雄采访报道